欢迎收看小人物大英雄 我是Pinky 010 每天一早起床刷牙洗脸 还有煮一杯咖啡或是喝一杯豆浆 都跟一样物质有关系 那就是水 干净的自来水是现代生活的标准配备 但是水要能够送到家里面 中间可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管线 要照顾到这些水管的健康 可是一项专门的工作 我们一起来看看 夜深人静的台北市 有人习惯听收音机打发时间 也有人喜欢听着轻柔的古典音乐入睡 但有一群人却专找莫名其妙的噪音听 他们的工作方式就像医生用听诊器听病人心跳或呼吸的声音一样 他们也是用探测器隔着路面听地底下的自来水管所发出的声音 地底下会有很多声音 有污水的水流声 还有台电的电流声 还有我们水管的漏水声 我们主要就是把其他的声音给筛选掉 找出正确的漏水声音 我们现在就是在找水管 看有没有漏水的声音 这一件已经第329件 我们通常都是从晚上12点工作到凌晨3点多左右 晚上用户比较少在用水 而且车油量比较少 夜深了 他们亲手亲脚尽量不发出声音 一步一步沿着水管走 除了雨天无法出任务外 他们每天晚上趁着夜色走遍大街小巷 只要有水管的地方 就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防火巷 也照走不悟 台湾地区的年降雨量 是世界平均值的2.6倍 但平均每人每年能分配到的水量 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八分之一 自来水管漏水 除了浪费的是水资源 更可能影响到水质安全 因为漏水管线最常见的问题 就是腐朽破裂 微生物可能因此入侵自来水体 污染水源 所以测漏师的工作 可说是责任重大 目标正前方 目标正前方 一般人熟悉的自来水声 通常是干净清脆的声音 但一旦被探测器放大900倍之后 听起来根本就像是洪水猛兽般的噪音 我们在测漏 测漏因为我们那个仪器是把这个声音 放大1到900倍左右 非常大 那如果旁边刚好有车辆经过 或有这个女生穿高分鞋 哭哭哭这样走过 结果那个声音会放得很大很大 不能说拒绝它听 赶快把它耳朵塞起来 我们还要把它听清楚 因此久而久之 你的听力就会受到伤害 它是正开意 这种轰隆轰隆的噪音 它已经听了35年 是台北市自来水处最资深的策漏师 即将退休的它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和绝学 传承给年轻的同事 在人生的这个旅程上 你如果安分默默地工作 尽自己一份之力 大概也可以促成整个团队的 把这个贡献社会的事情 做服务人类的事情 整个都完整 就是当小螺丝钉的这个角色 也是很重要 正开意的工作生涯中 要从退伍后进入进水场开始说起 那是它和自来水之间不解之源的开端 就会感觉说 这个水很奇怪 水的这个化学层次是H2O 那H是氢 那O是氧 一个是自然 一个会助然 那两个摆在一起 居然可以灭火 那就觉得很奇怪 那所以因此对水发生了一些兴趣 对水产生兴趣的正开意 如愿以偿地进入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服务 1973年 日本技师带着当时最新的简陋仪器来台 正开意是第一批受训的种子学员 扎扎实实地学了五年之后 1978年 正开意才正式执行简陋任务 第一次出勤去了哪里 他已经不记得了 但30年来 他对这份工作的热情从来没减少过 他说 侧漏的工作充满挑战 每次都像是跟水管玩捉迷藏 有时候你侧准不准 因为有时候有些案子非常重要 比如说缺水 或是淹水这个情形 怪手 在旁边待命 就是等你喷出那一点 它就马上挖 马上开讲 那这样挖下去 有没有中奖 这个是事关 除了面子问题 跟这个大家的缺水用户的权益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有时候会产生那种战战兢兢的感觉 会有些压力 越来越大 有时还会碰上连仪器也找不到的盲管 就得搬出老祖宗的智慧 如果我们这个管线 没办法找到这个管线 或者是塑胶管之类的管线 或是盲管 无头无尾的管线 那我们要找那个管线的话 只能借助于这个传统 这个古老的这个 用这个感应的方式 那这个我们暂且叫超自然密管器 那我们现在来实际操作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唯一就是要有水流通过 不但水流 而且电流或是气流 反正有流体的东西 它会有一种拉力把它拉开 如果有一边打开的话 它表示这个管线上面 有一条分支管是从那边过去的 这是在冒险电影或漫画里 常看到的L型铁棒 也是当年日本人来台湾教学时带来的 从郑开义和同仁在训练场上 练习使用的状况看来 要想用这个铁棒找水源 还真要有点天分 不过就算测漏师的经验值越来越高 漏师的可测率却越来越小 随着都市开发 我们脚底下的世界越来越不杂 有水管 瓦斯管 寒管 电缆等等 侧漏的难度也就越来越高 简漏人员平均得花上两年的时间 才能走完整个台北市 两年前修好的漏水点 或许两年后又得再修一次 虽然精准 却难兼顾效率 防治自来水管漏水 有没有另一种思维 根据统计 近十年来 全台湾自来水管平均每年都要漏掉 将近四分之一的供水量 如果换算起来 相当于两座翡翠水库 因此 北水处决定要釜底抽薪 大刀阔斧地 抬换老旧的管线 好让珍贵的自来水 不会再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快点 这边是台北市的新陵北路 大概65号左右 那我们主要今天是针对新陵北路 这边做一个自来水的管线抽换 它其实是民国66年时候的一个旧的管线了 对 其实已经也差不多到需要胎换的一个年限了 那我们刚好趁这个机会 这边刚好台北市的那个新工处 他们要做陆瓶 那我们在陆瓶专案之前 我们先把管线抽换完 那紧接着他们会把一些路面做一个复旧 做一个恢复 那以后大概有三五年之内 就不会有人再来进行挖掘 这是北水处 往往改善计划的工程现场 进攻陈辉哲 正在和现场领班 挨家挨户张贴停水公告 这边好 来 自来水的 没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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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OK 1980年次的陈辉哲 进入水处服务六年以来 一直是这个计划的现场监工 虽然做的是为民服务的工程 但只要他们一出现 周边的用户就得停水 有时和用户的沟通比施工还要难 那只要我们一停水的话 影响他们的时间也相当长 那常常到现场 可能民众还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这样施工的原因 那就开头就直接就是哔哩啪啪就这样一直骂 当下真的蛮大的挫折感的 因为北水处曾经用三个区的管网做过示范试验 一区靠听音侧漏人员抓漏修管 一区态换御林水表 还有一区做全区管线抽换 结果发现只有太幻管线的那一区能够大幅降低漏水率 我们广改善是希望把不好的管线换掉 那有些管线状况还不错 我们就维持着 那要从哪里换呢 因为管线在地底下 我们没办法发现 那我们人类可以搭火箭 可以几十万光明到月球里登陆 但是仅仅脚底下两米的管线 我们就不太了解状况 2001年 北台湾降雨量不及往年的一半 加上2002年春 梅雨雨量缺乏 让水库进账不足 只好采取严格的分区供水制度 不只是台北市民生活大受影响 连带造成竹科园区水源不足 桃竹苗一万八千公顷农田 被迫休耕 检讨下来 货源竟然不是天灾 而是人货 那时候想说 为什么除了老天没下雨之外 那你这个供水还没办法持续 那时候最大原因就是 我们漏水率几乎高达三成 那时候28点多 那意思说我们的水这样送出去就不见了 那如果可以把那些不见的水 漏掉的水找回来 是不是水库的水会不会下降那么快 台北市的地下自来水管线 最早是1910年到1940年代时 日本人在台北埋下的 直到现在 台北市地底下的自来水管线总长 约6300公里 相当于地球半径 按照水处规划 每年要泰换160公里的老旧管线 虽然直线距离差不多是台北到彰化 但算起来却只占管网总长度的2% 要是全面更换得花上38年才能换完 因此北水处以小区计量的方式来运作 将管网分割成许多小区 找出漏水最严重的区域 优先更换 这个计划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 台北市地底下的自来水管 已经唤新了四分之一 对减地漏水率提高供水品质 可说大有助益 后来我们就开始研发 看看有什么新的方法 泰换管线能够更精准的 更好的方式 泰换到真的烂的管子 所以我们研发了小区计量 那就是把广网切割成一块一块 那每一块都装大表 进去这个区块有个大表 那进去比如说100度 就是100吨 然后如果用户用水用到80吨 那代表这区的受水率就是80 意思是有20%的水是漏掉的 陈辉哲的这个工程现场 预计进行一个星期 这个区块巷弄多 管线也复杂 加上周边营业的店家也不少 施工难度更高 但是现在在开店 就会影响到我的营业时间 然后而且我营业都水的部分 我用的还算是中等的啦 因为要洗碗啦 洗菜啦 洗米啊 都必须要用到水 为了把影响降到最低 工程人员在现场拉起水线 让周边的店家有水可用 只要用户能配合 这些都是小问题 事实上对于水处第一线的监工来说 最难克服的是自己 对于这份工作的心态 那因为我以前念的是土木嘛 那想说毕业的学生都要做大工程 搞大工程 做桥梁 做水坝 做摩天大楼 结果我去报到居然是在修楼谷 那这是水电工 的确这是水电工 其实公务员应该是在办公室 可能就是办一些行政上的一些作业 然后可能不会像我们现在 因为现在监工的话 可能吹风日赛都会遇到啦 对 那可能甚至要跟用户沟通 那以及要处理一些现场的一些状况 其实水处的精工很多人都是像他们一样 拥有高学历 还通过国家考试 原本以为生活门规律结稳定 只是没想到他们经常都要在第一线 亲身参与工程的进行 陈辉哲的工作 看起来或许和主流价值观有点出入 但调整好自己的态度之后 他也逐渐找到工作上的成就感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第一次完成某一个台北市区块的一个观案改善 那记得那时候他的小区的一个漏水量 当初受水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 那在完成它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完成那整个区域以后 它受水率整个提升到九十七点多 那其实做完的当下还蛮开心的 对啊那算是一种成就感吧 这样的成就感 陈辉哲也归功于所有在现场灰汗施工的工程人员 水畜抽换管线的工程和一般道路施工不同 为保证新碗的品质 材料一律由水畜供应 新管的材质 特性和接管方式都和传统管线不同 工程人员必须沿着配水管挖开检查 断除所有给水管根部 再核对道路两旁的水表 依照水表数量重新安装新的不锈钢给水管 每一位现场工程人员都必须重新学习 熟悉新的作业模式 把这个螺丝锁紧以后再凉看看 根据水畜近十年的修漏记录 漏水约九成五发生在给水管 而其中又以接头部分的漏水情况最为严重 新的管线就以不锈钢管取代传统铁管 以能视需求弯折的波状管减少接管处 提高整体管线的耐震度 延长使用年限 主要是针对厂商的一些工作人员 我们因为他们现场实作 那需要有工作证 那以及一些水协会所开的课程 他们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程序 那拿到证书以后才能到现场去做事工 不要松松的 因为这松的话 打进去以后那个头会掉在里面 所以要稍微锁紧 不要放松 就是手转以外 然后再用工具稍微加一点力量 主要是在那个现场 我们装设管线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他们在做的那个部分 是针对用户的汽水管 刚开始来的时候 因为有些师傅可能他们经验比较够 那我们刚来其实蛮多不懂的 所以现场可以多看 像有时候晚上再出门的话 家人担心是难免的 那甚至是之前有时候要配合夜间施工 那长期可能有一整个月的时间 都是晚上去工地 然后白天再回家休息 然后再去上班 对 那毕竟晚上出门在外 那个时间上来讲的话 就可能家人需要包容我们这种工作 水触同仁的努力 在2009年终于看到成效 当年的雨量和2002年相同 原本应该会让北台湾 再次陷入缺水噩梦 但当时台北市非但没有缺水 还有余力支援新北市的用水 拒沙成塔 捐滴成河的道理 这群为民送水的人最清楚 从源头节水 就能更有效地将自来水送到用户手上 继取2002年的教训 台北自来水处管网改善计划 才走到一半 现今台北市自来水管网的漏水率 还有22% 目标是在2025年 降到10%以下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台北自来水处双管齐下 一头在烈日下开挖管线 另一头则在夜半时分 展开的听音侧楼 水处工程师们 明天一样会走上街头 继续跟漏水奋战下去 身为全球第18名缺水的地区 其实在台湾的水资源 得来得真的很不容易 更是需要我们用心地珍惜 不管是抽换管线 或是听音侧漏 水处的同仁 帮我们看守了脚底下的自来水管 身为用户的我们 其实可不要忘了节约用水 就是向这些辛苦的水处同仁 表达感谢最好的方法了 谢谢您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Pinky 我们下次再见咯